大陸觀光團跟附陸旅遊 以及大陸地區人民來台 停留路徑觀光事宜要不要回覆 現在重點是在對岸沒有開放 你當初停的時候是配合防疫工作 現在也沒有防疫工作了 為什麼現在要對岸開不開放 當然陸委會也提到了對等 然後互相討論的 部長 是不是你自己心裡苦但不說 有沒有大小姐的壓力 中文是健康有序的交流 所以您剛剛講大小姐是總統 大小姐是誰啊 今天有講到小山通暫停旅行社 接待大陸觀光團等事宜是為了配合防疫工作 那現在防疫還有工作嗎 現在沒有但是 現在沒有了 那請教我們大陸觀光團跟附陸旅遊 以及大陸地區人民來台 停留路徑觀光事宜要不要回覆 現在重點是在對岸沒有開放 然後陸委會 你當初停的時候是配合防疫工作 你並不是當初停的時候是因為對岸停止 或是對岸開不開放 那你現在已經 您剛剛親口證實 現在也沒有防疫工作了 為什麼現在要對岸開不開放 沒有我想說 剛才陸委會也提到了 對等 然後互相討論的 部長 是不是你自己心裡苦但不說啊 有沒有大小姐的壓力 想太多 有人想太多 還是你可以直接講大小姐壓力 不然你就直接講 那所有的飯店旅遊住宿觀光餐飲運輸業者 大家去找大小姐 不要找我們交通部 不要找委員 不要找陸委會 大家都做不了組 只有大小姐做得了組 不是 你一定雙方 平等 討論 要不然我們現在喊開放他不理你 我們開店做生意 我有想說 一定要客人來一百個兩百個 我才要開門營業 還沒有到兩百個之前我都不開門 一個7-11停在那邊 我可以講是說我不開門 然後等到有客人在門口排隊 我才要開門 這是什麼拼觀光的做法 不是這樣 他是根本沒有客人來我幹嘛開門 本席真的很無奈 因為拼觀光 不是只是口號 也不要用政治意識形態 其實我在 從頭到尾講了很多大小姐 沒有講大小姐是誰 可是好像大家都知道 我覺得這某種程度上 我們 中央政府是不是已經被 綠色恐怖綁架到是說 有一個無形看不到的壓力 就讓所有的行政官員沒有辦法 好好本於自己的專業做事情 我覺得這才是 我們現在看到 看到我們中華民國政府最大的倍 好 謝謝部長 總統是希望健康有序的交流 所以 我想這部分 您剛剛講大小姐是總統 大小姐是誰啊 謝謝部長